下午好,今天是2024年3月4号星期一,以下是今天的1688澳洲晚报 未来两个月,悉尼西北线地铁将在周末停运 从上周末开始,连续六个周末,往来Talewon和Chatswood的地铁线路将停运 CineMetro将在未来两个月进行测试,确保地铁列车和控制系统 能够在现有的西北线和今年开通的新线路之间无缝过渡 3月2号到4月14号,每逢周末两天,从周六凌晨2点到周一凌晨2点 公交车将取代地铁服务 上周六,悉尼同心链大游行Mardi Gras爆发冲突 巴勒斯坦支持者手举横幅,高喊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 据了解,新州州长科明斯也参与此次游行活动 其所在的Ramble Labor方阵事发时被抗议者拦住去路 澳洲人开车出行费用猛涨,交通成本飙升至通货膨胀的三倍 澳洲家庭在开车出行方面压力越来越大 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,交通成本增长0.7%,其中悉尼总体交通费用最高 以下再来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今天的五大热点资讯 以上就是今天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,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